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明显大牌已经占上9000点了 那这边的一个占上9000点 成交量也逐步的扩置到1000亿 那在外资今天的动作 今天我所了解在大买150亿 所以这一波市完全是由外资所拉开上来的 那到目前为止给各位看旗子的部分 今天的旗子上涨86点 好 这是旗子走势 这是旗子的博人指标 到今天为止 博人指标还是向上 所以这一波很明显 由外资带动 那博人指标向上了之后 持续一路往上走 到目前为止 但是 一直最近有不断 投资人会打电话进来到公司问 这个盘式目前是博人指标向上啊 那为什么这一次到目前为止 微博的博人指标尤其在测标部分 我写风险这两个字 我不像以前一样我是写成向上的 这一点我必须要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 风险代表说这个盘式要出现大跌了吗 如果博人指标没有转为向下 不会有大跌了 这是今天微博发给会员的 解盘讯息 尤其在收盘的时候 全体会员都可以收到 在股市当中 有一句话 我想各位应该都听过 万般拉台只会出 目前的台股已由外资控制 没有大咖或者是中石户 想投入大量的资金去买股票 好 这个部分是 从包括微博本身的一个侧面了解 目前市场上在中石户 以及大部分的资金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属于中石户 你的资金是在三千万五千万 甚至一一的 你在这边进场 你不会大量进场了 你只会着量小玩一下 四四水温 你不会把大量的资金 都在这个地方投入进去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是外资自己一直在拉台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要买股票 不是不可以 但是一定要去考虑到风险的部分 这也就是为什么 目前为止 博物指标它的确是向上 但是各位都是朋友 目前的博物指标也在高档区 每一次台北股市几乎都是这个样子 当博物指标来到高档区的时候 不是代表它不会涨 而是在这个地方 它往上涨的过程当中 你要去思考一下 你未来追价的风险性 这也就是这一次 我希望各位 因为我很清楚 各位你们现在打开电视机 绝大部分的节目 绝大部分的老师 一定是叫各位 赶快去买股票 这个地方什么股票还在涨 什么股票涨停板 然后可能会跟各位讲说 你如果再不买会来不及 每天跟各位讲来不及 但是微博要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股市的操作 不能只是想到赚钱 不能只是想到 你进场一定会赚钱这个问题 你要想到的是 你进场后 有没有可能产生风险 这个地方买股票不是不可以 它必须要考虑到风险的部分 外资它会拉什么 拉股市拉台 涨到散户都受不了的时候 好 才会开始做追价 那外资的钱 它不可能每天在那边进行出 因为它会有买超会有卖超啊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资金已经占了 像比如说今天926亿的成交量 外资顶多也占到四成到五成 那其他的就是属于当充客 在那边充来充去 包括投信 包括自营商 大部分长期要进驻的资金 现在逐步已经慢慢退下来 我就看你这个盘势 你要怎么样拉 所以外资它现在的作用就是这样 它要拉到散户受不了 当受不了的时候你就会去追价了 那到时候怎样 到时候外资才能出货 所以目前现阶段 很多人想买股票 它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始终还是建议各位 投资过程当中 当你注意到风险的时候 你会发现 买股票应该是等拉回来做买进 股市当中赚钱三必要 也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多赚钱 做波段的部分 第一个 就是我之前跟各位讲的 包括基本面的部分 那一定要 第一个 好公司 对不对 好公司你抱起来才安心嘛 好产业 有没有一个所谓领先的 或者是龙头产业 它能不能带动 它公司本身的基本面 持续往上涨 获利 这是一家公司 长期能不能走多头的 最主要原因 但是我认为第三点是 最重要 也就是 你必须要一个 好股价 什么叫好股价 你会发现 如果你现在打开电视机看了 很多人跟各位推荐的股票 都已经涨翻天了 都已经喷出去了 甚至涨停板才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那我请问各位 当一档股票 如果一旦涨高的过程当中 它是好股价吗 所以很多人会说 这个行情会不会 就一路往上涨啊 比如说 现在已经上9000 对不对 之后到1万 到1万2 到1万5 你们觉得有可能吗 现在外资就是在吸引各位跳进去 当外资持续往上拉 会拉到哪一天你受不了 那一天的成交量 当散物跳进去的时候 成交量会爆到1200亿 1400亿 1600亿 所以我说 如果当爆量的时候 你要开始小心谨慎 原因在这边 目前不是不可以做多 你必须要小心谨慎 原因在这边 所以 现阶段包括 连微博带会员的一个操作 我们也非常小心谨慎 我认为 如果这个盘市 未来还要走多头 都会有拉回的机会 让各位买 有时候其实是不要急的 那这期货部分 跟各位报告一下 因为整体的台北股市 现阶段已经来到了8000 9000点了 所以我们的操作 不再做波段的 也就是说 不管是做多 我不再做波段的多单流仓 那这边做空 我更不可能流仓啊 为什么 刚才给各位看过了 不认指标目前是向上啊 那不认指标是向上 我怎么可能在这边再空单流仓 你会被持续往上嘎上去 所以从期货的角度 我们先讲期货 等一下再来讲股票 从期货角度 之前就跟各位报告过了 我说现阶段的台股 在美股的涨势 跟外资的抢买之下 指数不断拉高 对不对 但是因为再拉高 都属于风险过热区 所以在波段指标 未来确定转为向下以前哦 因为现在波段指标是向上嘛 在还没有向下以前 我们都会用短线当冲的方式操作 每一次操作都以20点到25点停损 这个部分要控制风险 这个部分之前我再讲了 所以也就是基于这个因素 那微博在大概上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就推出了一个所谓的 当日高低点的一个预判系统 这个当日高低点预判系统 在波段指标里面 它主要的是在判断当天的一个所谓 多方式的盘式 还是属于空方式的盘式 属于哪一种 然后上去的第一层压力在哪里 第二层压力在哪里 那这个都是属于指数部分 当天当冲的所谓的一个判断 那这部分的话 很多人会包括微博的会员 因为这个功能刚推出 那有蛮多的会员 包括新会员对这个功能不是很了解 那微博这部分就利用 我们的节目来做一个说明一下 比如说 我给各位看一个东西 这是今天台子棋 这是台子棋今天的走势 台子棋的走势里面 那一般来讲的话 在这个部分 你只要在会员打入013 013是它的代码 那你按Enter之后 它会出现五组数字 我们可以拉近一点 这样看得清楚吗 各位可以看得清楚就是说 它有ah、nh、cdp、nl跟al 这五组数字 这五组是什么意思呢 cdp的意思中间这个蓝色的数字 它指的是所谓的一个均衡价 好 我给各位看数字的部分 所谓的cdp就是当天 它的一个均衡价 那如果开在均衡的点位之上 开盘哦 开盘如果开在这个均衡点位的上面 它叫做多方式 如果开盘开在这个均衡的点位的下面 它叫做空方式 这样了不了解 我们来以今天来说好了 我们大家近点看今天开盘 今天开盘位之点在多少 在8918 8918 好 那今天开盘8918 是在均衡的均衡点上面还是下面 8918 没有错 它今天是在均衡点的上面 所以当今天开盘开在均衡点的上面的时候 各位没错吧 8918开在均衡点的上面 它是什么 它是多方式 这个部分为什么要这样判别 我相信各位你们如果在学技术分析的 应该都知道 在股市里面一个叫开盘八法的一个操作原则 开盘八法当开盘出来的过程当中 你就可以知道今天是什么 多方式多方量还是多方价 空方式空方量还是空发价 对不对 那开盘八法其实它蛮复杂的 你要去怎么计算 这有难度 所以每个人的开盘八法其实都不一样 那微博推出了跟这次软体商推出了这样的一个CDP 主要是在帮助会员在判断当天的盘式是属于多方式还是空方式的时候 可以借由开盘到底是站上了多方式的均衡点还是空方式的均衡点 所以以今天来看的话很明显 今天开盘开在8918 它就是站在今天多均衡点之上 好 那今天开盘开在均衡点之上的过程当中 各位今天是不是就是往上拉抬了对不对 但今天往上拉抬的过程当中的话 也就是开在今天均衡点之上 是不是在今天8920 8892啦 8892之上 也就是8918这个数字点 以上你开盘位置点 如果假设你今天是开盘的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偏多去操作 你就不要去做放空的动作 因为今天是属于多方式的盘式 那来到多方式盘式的时候 低层压力会在哪里 低层压力就会在8962 8962也就是NH 那H就是最大压力 也就是微博跟各位讲的 低层压力NH叫做低层压力 H叫做第二压力 也就是属于最大压力 如果连第二压力 当天开盘突破第二压力 它叫做超强的强势盘 但是今天开盘没有对不对 好所以今天来到第二层压力 什么意思 这一点我要教会员部分 如果你今天看到开盘 开在均衡点的上面 它叫做多方盘 对不对 多方盘你今天就可以做多 做多上来之后 来到第一层压力 你当充单就要卖掉了 懂我意思吗 今天开盘是不是开在均衡点上面 所以来到了八九六二之上 这个位置点八九六二 你今天做的多单 就应该要出掉了 那至于今天的一个最大压力 就要观察它 能不能成为空点 因为目前是多方式盘嘛 所以你看今天的最大压力在哪里 今天最大压力是在八九九四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盘式大概就是在八九九四 这边上下做正当上下做正当 也就是说各位老师朋友 如果你今天来到了八九九四 你才做多啦 你才做多啦 那你刚好坐在今天的最大压力上面 这个就是微博最新推出来的 一个所谓计算 当天高低点的预测判断 你还可以加上博刃指标去做辅助 那这样的话对于盘式的一个判断 你在操作的当下 你要决定操作 决定不操作 决定如何设定你的风险区域 停损如何做设定 停力如何做设定 你就会有一个清楚的准则在 所以所有的方式 我们在这一次推出了 所谓的一个当日高低点的预判系统 这是属于在指数当中的部分 你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 去做一个有效判断 所以以今天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在比如说第二压力部分去做放空 但是今天如果第二压力做放空 是赚不到什么钱的啦 因为其实今天是属于多方式 空间其实并不大 但是有一点 至少你不会开盘的时候 你就去放空台北股市 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在判断上 那很多人会问啊 那如果这个盘是开在 CDP的下面呢 很简单 我跟各位说 因为今天开盘的位置点 是开在8892之上 对不对 因为今天开在8918 那如果今天开盘是开在8892之下的话 那各位 最大支撑就是8790了 那这个预测的数字 微博从来没有改过 所有会员都可以作证 这个数字在开盘前 那博日指标的系统 就计算出来给各位了 那这部分的话 再次跟各位报告一下 包括跟会员报告一下 这个功能 微博不跟各位 收取任何一分一毛的费用 我们是完全免费 完全无偿 也就是说各位同志朋友 所有会员的电脑 你们都已经自动升级 加了这一套所谓的一个高低点的判断系统进去了 那它适用于指数 也适用于股票 但是我必须强调一下 个股部分 它要选择成交量比较大的 如果成交量比较小的 事实上它的功能性不大 你还是要以博日指标为主 基本上 当天的高低点判断 是判断当天高低点 你如果再可以加上 博日指标下去做辅助的话 那你的一个所谓胜率 相对的就可以提高 你就比如说今天盘是好的 你不会在今天开盘的时候 就去做放空的动作 然后以致造成所谓的一个停损 这部分提供给各位 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下个阶段 微博要跟各位谈个股 股票的部分 有很多股票是必须要留意 它本身股价的高档位置 那有哪些股票来到高档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头痛 请用五分钟 吹记听 请用吹记听五分钟 五分钟 好 成都赌部陈老师 特别争取降低门槛55折 特别争取降低门槛55折 虽然出现027525868 27525868 请不吹记听 成都赌部陈老师 特别争取降低门槛55折 特别争取降低门槛55折 虽然出现027525868 27525868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终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印记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很多人在问说这个盘式到底会涨到什么时候 那这个盘式的涨势结束 会不会给各位确定的答案 目前为止 不论指标它是属于向上 那这个地方 不论指标没有向下移前 我不晓得它到底会涨到什么时候 没有办法给各位一个确定的答案 但是股票市场有八个字 这八个字永远不会改变 它叫做盛级而衰 匹级泰来 所以来到这个位置点 虽然这一次博日指标它是向上 我之所以给各位风险的主要原因 是希望各位不要看到了上涨 然后失去了理智 然后随便买股票 也就是说 虽然目前大盘在上涨 但是不代表所有的个股 它都会产生上涨的状况 你可以看自己本身 你现阶段的操作就好 无论是你现在自己的操作 还是你跟其他老师的操作 你扪心自问 你目前你赚钱吗 你这一波你赚到了钱吗 不要跟我谈短线 短线来来去去 我讲的是 你所有的资金的总和 你有没有增加 所以这一波什么时候结束 就看博日指标什么时候向下 但是我必须提醒各位都是朋友 只要博日指标来到高档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风险意识 你就不能只是想到赚钱了 为什么 因为很多股票来到高档 你真正要等的买点 应该是等拉回 很多人买股票 它的方式不是等拉回 而是去做追价的动作 举个例给各位看好了 比如说 4976的加零 好 那今天要下跌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的意思是 当这一档股票之前是这样 一路往上涨一路往上涨 各位可以发现 它在起涨之前 其实没有成交量 但是当它涨到了高档的时候 各位 是不是成交量整个都爆出来了 爆了4000多张 很明显 很多人买股票 他不会在这边买 不会在这边买 因为这边的量都不大 这边的量 再怎么样都只有300多张 这边的量都只有1000张 这边的量都只有499张 甚至这边还更少 这边只有40几张 但是一旦它涨上来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很多人看到 哇 开始涨了咧 然后开始去追价 那如果这一档股票 未来会长长线波段的多头 你为什么不等拉回买呢 我要提醒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很多人去追高 看到股票涨去追高 然后追高的时候 哇 怎么会这样子 台北股市不是创新高 台北股市不是涨到9000点吗 你会发现 你买在大量区的位置点 这个位置点都跟你讲 它有风险 这一天是7月7号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档股票7月7号的位置点 这是4976加零 这是加零的波日指标 我们就来看它最大量的那一天 这是7月7号 当天7月7号的加零位置点来到哪里 来到22.55对不对 好 我们拉近点看 请问它是高档还是低档 各位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动人线来到93 它很明显来到高档 所以真正的买点应该是在低档 而不是在高档 你如果真的觉得一档股票好 你应该要等拉回买进 很多人可能没听过加零啊 我举一档 高价股 这叫8299的群联 好 群联 也是这一波这样涨上来 对不对 好 当涨上来的时候 这边量都出来了 真正应该买的点位 应该是在这边嘛 好 但是来到这边的时候 你会发现群联 如果你买在这边的话 刚追在所谓的一个最高 那买股票 如果它未来会再涨 为什么不等拉回买呢 各位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8月7号的群联 这是群联 这是群联的博日指标 来到这位置点的群联 好 那我给各位看 是不是大家要高档区了 没有错对不对 好 那我给各位看群联之前的走势 为什么一档股票不是买在低档区 而是要买在高档区 什么叫低档区 这个位置点的群联 我们拉近点看 请问一下 动能线15 去世线17 它是高档还是低档 因为博日指标上面 它有明确的数字定义 当来到高档的时候 它会跟你讲说 这个数字已经来到了80到90 当来到低档的时候 它会跟你讲来到20到10以下 叫做低档 所以来到80 90叫高档 来到20 10以下叫低档 那请问各位 来到这个位置点 它是高档还是低档 所以真正的买点 不就是在这边吗 各位你可以懂我的意思 跟我的逻辑吗 投资赚钱三必要 除了好公司好产业 还要好股价 比如说私钱的群联好了 这个位置点好了 当这个位置点的群联 你去做买进 你会赔这一段时间 因为这一段时间 下来是因为不论指标向下 但是这个位置点的群联 请问是高档还是低档 很明显它来到高档 所以这个位置点来到高档 你偏偏去买它就下来了 各位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现阶段有很多股票 都是类似像这样子的 举个例给各位看好了 举个还没有不论指标向下的 这是2328的广宇 这是广宇的不论指标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广宇 都能线90趋势线88 请问是向上还是向下 向上啊 90大于88嘛 好 那这一波为什么广宇会持续往上涨 因为广宇的不论指标是向上 但是各位老师朋友 这个地方你还要追吗 我们把它稍微缩小一下 前一次的广宇高点在这地方 如果不论指标来到这边 它叫做高档 你在高档买股票 怎么办 真正应该买 应该是买在低档吧 什么叫低档 这个地方才叫低档 所以一档股票不应该去做最高 应该是等拉回来做买进 这样才是最安稳 最放心的一个操作方式 所以股票投资 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做不好 很多人也不是说短线赚不到钱 是短线赚到钱了之后 然后又赔回去了 所以我一直强调风险 风险是非常重要的 你把风险先考虑进去 你去买股票的时候 你有没有注意它的风险 如果你注意到了 事实上在这个位置点 你还是可以找股票 拉回来做多的一个方式 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 微博建议 必须要一个操作依据 那我们的一个降低门杆方案 持续进行 希望可以帮到各位 如果各位不知道怎么操作 那微博张开双手 欢迎各位加入伯乐家族 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868 2752 5868 全都赌顾 陈老师以基本面加独特指标 控制风险 创造安全获利 陈老师以期货脱空避险操作 个股波段操作 用指标实现人生目标 陈老师以决心诚实负责 勇敢面对客户 其他支线名额2752 5868 2752 5868 全都赌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老师以为公司资金 成功同步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陈老师以为公司资金 值得托付 赢了2752 5868 北都TypeNet超值游会双小号 新时代光纤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真的只要690 加一年再送数位有限电视 三个月多人多机 同步无线上网 全家吃大宝 免装机费设定费保证金